1972年6月18日,香港发生了空前严重的雨灾,任劍辉和白雪仙率领初凤名剧团成员,于6月24日晚上,在无线电视的酬款节目中二唱震灾,任白演唱了李后主宗的去过归航一段,这亦是任劍辉最后一次公开的演出了。 1972年10月11日,当时58岁的任劍辉,被控藏有偽造之英国护照,他向人民入境事务处承认在广州出生,但在所领之英国护照中,俄清是香港出生。同年10月28日,中央裁判处判他罚款300元。 任劍辉的劍辉,任劍辉于1987年6月9日移居加拿大,1989年11月29日,在香港跑马地御所,因劍辉水病逝,中年76岁。 1990年2月23日,白雪仙和侄宜成立任白慈善基金有限公司,从影李后主筹集资金,以作慈善用途。 2004年,从按藝常歌片撤收入800万港元。 任劍辉的奖项和纪念,1995年,任劍辉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,于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追班,戏曲电影百年殿堂大奖,以表扬他对香港戏曲和电影的重大贡献。 同年11月15日,香港邮政署特别发行了面额2.6港元的任劍辉邮票,以表扬任劍辉的才能和对社会的贡献。 此外,香港大学亦有一座名为任白流的建筑物,坐落于山道天桥,近香港大学暂施出口,香港潮商学校旁。 早年,任白流曾用作香港大学工程学院的校舍。2016年2月4日,Google香港首页换上Doodle纪念任劍辉103岁名顿。 各位,关于任劍辉女士的资料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由下一集开始,我们将会介绍任劍辉唱过的著名曲目,和出过的唱片,请大家不要错过啊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,还要记住按下个铃铃。 这样,我们出的每一条片,YouTube都会自动通知你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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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